香港餐厅 价格确实是比越南餐厅要贵很多的 早餐呢我就吃一份牛杂面 双聘 13万8 桌子都是拿麻将牌装饰的 这就是牛杂面 可以啊 这好久没吃了 大城市啊还是好啊 有中餐吃 先来个牛肚 这什么 喉咙吗 那有脚子 吃了饭我就准备去巴拿山 骑着摩托车过去 36公里 所以说要吃饱了饭 再出发 哎呦 这个人啊 要求无止尽呢 我吃河粉的时候我就想呢 哎呀早上吃个面多好 然后吃了面条以后我就想 哎呀早上 喝个这个豆浆油条多好 来个肉浆磨多好 倒行了一下 36公里呢 出发 哎呦先下去 骑摩托车过路口一定要慢啊 他们这边摩托车太多了 纵然我是个老司机啊 在这个 越南骑摩托车我都得滴溜着点 因为摩托车太多了 因为摩托车穿的都非常快 不太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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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像不能滚了 我这边 到了巴拿山 摩托车也停这边吧 哈喽 拿上一张停车卡 谢谢 我的车先停一下 这里就是县港最出名的一个景区了 巴拿山 我们现在在山脚下 这是景区的停车场 非常的大 看到这个景区售票中心 这比机场都大的感觉 在这买个门票 游客感觉不是很多 这个门票不便宜啊 成人的普通游客是90万 儿童75万 这还有个套餐combo 缆车加一个午餐自住 成人的价格是119万 12点多 我还是就买一个成人票90万就好了 这个套餐票太贵了 刷卡呢 澳洲银行卡刷的90万 这就是门票90万越南顿啊 270人民币哦 我好久没进这么贵的景区了 这怎么打造的跟那个影视城一样呢 他搞了个城墙你看 护城河什么的 城墙根底下摆个大炮 一看就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人设计的这个 怎么填充弹药啊 怎么补充啊 敌人还没有攻进城门呢 先顺走两个大炮 这还有中文的这个手册 装修得还不错 挺中式风格的 这个景点啊 不愧是门票要的高啊 园林打造的也挺好的 当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这个 这还养了这么多尾景礼哦 这个长廊打造的也不错呀 就是去缆车这个距离是有点远的 这还弄了一个喷泉啊 就只开了这么一点点 看到我来了是不是得表演一下 是不是 排队坐缆车啊 其实就是到这山上 你看这个两个佛手 大拉这一个战桥 好 你来到哪里 中国 对 中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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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吗 好 估计就一个少数的中国游客 几乎都是韩国游客 前后左右 到处都是韩国游客 这也是大缆车啊 一车怎么也得坐八个人吧 哦 哎呦 好了 看一下看一下 好山 搞得不止一条缆车到华王里 山间 还有一条小溪 它的锅子 它的锅子 一定满满满满 但是山还蛮高的呀 进去搞得大哦 停车场真的是好大呀 热带雨淋气候 这植被确实生长得非常茂密 还有 还有几根大石头 我们来看看 这是裂的吗 这个石头 对 这缆车还在座上就正在 那这样一看的话 这九十万越南顿 还是值得 哦 还没到山顶啊 就是我的耳朵都 有点这个高原反应呢 哦呦 要在中国这么好的一块石壁 早都被历代文人 都得提个字刻一下 这个缆车确实是长 这个缆车确实是长 这个到现在都没看到它呢 哦 这还没到头啊 这270人民币感觉也不贵了 这个缆车的感觉要坐十几分钟 这个缆车的感觉要坐十几分钟 这个没完没了的感觉 哦 这个缆车确实是直了 这好久没坐过这么长的缆车了 现在都到永里五里来了 这几个人猪涮里話 说了 哦呦,真的是,坐了好久啊 不过回去的时候计算一下时间,算一下时候放算时间了 下了缆车,先出去 这山上吃喝也不愁啊 看一下我们的五星红旗 主要就是看这个桥嘛 哦,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这山下都是雾气腾腾的,看了个寂寞吧 倒是这个缆车还是蛮值的 一双手 拖着一座桥 这是孙悟空视角吗 要不要在这儿留个字 山下的景色确实不错 全是屋 最佳拍照点啊,在这儿 要排队的 对面山头还在建设呢 大手笔投资啊 那边弄的是城堡 好,好些条缆车道 山上还弄了很多的餐饮服务区 价格的话还行 可以看作是一个很多个主题的主题公园 哇,这个花园打造的真的好啊 这个巴拿山啊,你们可以想做 就是现在海拔1400米的一个山顶的主题公园 就是西式中式 什么样的风格都有 那边还有佛像呢 我呢,是不会下国际象棋的 它这个主题公园 真的是能满足全世界人的胃口啊 这真的是可以满足全世界人的胃口啊 这真的是可以满足全世界人的胃口啊 孙悟空,看到没有,大师兄 这是师傅唐僧 猪八戒 你看,白龙马 最后呢,就是 杀和尚 你看,要杀有杀 看一下 这是一尊释迦摩尼的佛像 一条黑龙 龙背上 站着观世音菩萨 俯虎罗汉 这真的是啥都有的 有了俯虎 那肯定得找一下祥龙 看到没有 祥龙罗汉 这边是十八罗汉 帮这个释迦摩尼正场子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好